字幕提供 各位北深老師大家好 我們的題目是《當然無順》 我們學校做跨學免體的時候 會產生賈金鴻賈金城的背影 一次我們才會學校混淡 一次我們才會學校混淡 然後經由總指讀性策略 我們會知道賈金鴻賈金城 我們會選毒性較強 一次我們選擇 聚毒殺菌的臭氧氧化法來處理 然後近年來 無效業者將未經處理的染料 被水排入口中造成嚴重的全染 而其中最常被業者做為染料的 鋼蠻紅毒性較弱 因此我們選擇聚經濟性前 會造成二次污染的生物處理法來處理 本實驗使用臭氧 能使賈金鴻賈金城快速脫色 且脫色率高達100% 微生物處理法則是採取學校 隨手可得的土壤 來培養出能夠分解鋼蠻服的微生物 crypto won't cover 看好濁氧組合同濃度搶跡層 λ 滴水的脫色時間脫色能力 低优秀就出力 藴草被idir 豬蘭氏藍色法穿ねぇ 而且生物的消耗特性 這是抽籃橫化債的研究過程 首先進入橫輪震盪以後 在抽籃橫化之前 後分別側的包包背景 主要放鼓鼻 還有總有機械 這是生物處理法 首先取釀兩種不同的土壤 然後進行行事後 占尿品出入到馬尼樹培養機上 在一個禮拜之後 選擇產生後平面的運動 然後更為兩種部分 特別為生物特性分析 簡單擔測法 過來擔測法 還有雙次 接著是降減能力的探討 測避H值 測性溫度 還有雲光 抽籃橫化 抽籃對不同濃度的假性 或假性的擴射率 可以達到100克以上的擴射效果 抽籃對不同濃度的假性 假驚紅 假驚神 脫射時間 約在1-32分鐘 脫射速度不壞 可是效果不良好 這次抽籃跟不同濃度 假驚紅 假驚神 的VOC 去除率 其中 假驚紅的VOC 去除率 可以到達50%以上 游出可以知道 軍庫衛和軍附近的貼近時 都有所感電 表示讓我都被降減 游出可以知道 就是軍庫A和軍庫B 他的細光 微生物細光部的變化 他有緩慢性交之下 表示 微生物的性能夠好良好 各部可以知道 軍庫A為健性菌 軍庫B為好癌菌 就是要軍庫A和B 還有後白線的顏色變化 各部可以知道 軍庫A和軍庫B 皆從健紅症 身體會有些 呈現任性菌 這次是 含假驚紅 皮亞E的全光部 在4-57天后 立刻處有兩側真空 皮亞7天後 主將軍庫A和軍庫B的 全光部 也有產生性的光景 表示 鴨紅被降減為其他小物 這些鴨紅西光部的變化 除了時間的增加 他的西光度逐漸減少 臭氧能夠明顯的氧化分檢達到良好的效果 而且能夠快速脫色區 也高達100%不會造成25% 等使用利用身邊出手可的突染來培養 可以分檢感恐怖的生物 這樣的方法不但較為經濟 如果會造成20%汙染 而使用能有效的能解決位置問題 臭氧氧化法 回收物處理法 這兩者都兼優柔、積極性 且不會造成25% 我們期望未來可以解決更多的藍藥廢學問題 由於我們下一代更美好的成長環境